女王尸体里居然还有大量的有毒气体 在被放进棺材里后就爆炸了 凶手居然是化妆品 照片中的伊丽莎白女王 犹如鬼魅一般的妆容 在中世纪代表着高贵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女王用签组成的化妆品遮住了自己的脸 还在自己的嘴唇上擦了水银当唇膏 而且女王曾经换过天花 虽然命是保住了 但是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无数的疤痕 英国最骄傲的女王毁容了 为了掩盖脸上的瑕疵 女王只能上厚厚的一层妆 当时宫廷最常弹起的八卦 就是女王的脸像面具 一说话就往下掉粉末 最为致命的是 为了不让其他人看见自己的真容 有时候她戴着这样的妆 甚至一个星期都不清洗 千进入了她的皮肤 封锁了她的毛孔 皮肤在重金属的覆盖下融化毁灭 如此强悍的妆容 并不是一般卸妆水能够清洗干净的 所以女王采用了还有水银的超级卸妆水 每次用水银卸完妆后 总感觉皮肤变得更加的柔软 其实是水银在腐蚀剥落健康的皮肤 每次摸到的都是新皮肤 能不嫩吗 以至于见过伊丽莎班女王卸妆后模样的人 惊恐的说到 她白瓷肌肤下已经是腐烂的尸体 千确实可以抑制皮肤中的黑色素生成 在短时间内迅速美白肤色 但是常年累月的使用 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导致皮肤重金属中毒 这股致命的潮流还真害死了不少人 所以历史学家们推测 伊丽莎班女王其实是死于千中毒 甚至后来还有人说 因为女王尸体里含有大量的有毒气体 在被放进棺材里后就爆炸了 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 就这样栽在了有毒化妆品上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护肤习惯 又何尝不是作死呢 让你皮肤越变越差 痘痘越长越多 皮肤越来越敏感的五个坏习惯 快来看看你中招了没有 第一大力拍脸 皮肤变薄 涂完护肤品总是用手去拍脸 恨不得用手在脸上拍出一首交响曲 总觉得拍得越重 皮肤吸收的精华也就越多 甚至还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是省钱的小助手 其实长期这样拍脸 不仅会把脸部的肌肤拍松弛 对皮肤屏障也有很大的伤害 导致角质层变薄 从而引发褪皮干燥 以后不要再暴力护肤了 选择温柔按压的手法才是最好的 第二护肤只关注脸忽略了脖子 觉得花大价钱购买的护肤品 只配用在脸上 脖子根本不配 其实最容易亏谈到一个人皮肤年龄 以及日常皮肤护理做的是否精致 就是要看他的颈部皮肤 因为颈部比脸还要脆弱 也更容易找门路 护肤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脖子 越早护理颈部的肌肤 你的颈纹会比同龄人要大很多 第三一掌痘就疯狂清洁 很多游行肌肤的人 只要脸上一掌痘 就会非常紧张 胡思乱想 认为是脸上太油 没有洗干净 不仅洗脸变得勤奋了 而且还开始去角质 但这最坏的结果不仅仅是痘痘越来越多 就连皮肤屏障也一起受损 第四 全年全脸用一套护肤 忘记分区护理 皮肤不是每个部位都一样 所以要分区护理 比如干燥的脸颊 可以使用质地较厚的面霜 如果是鼻头爱出油 则可以使用造肌洁面 相反则可以使用氨基酸洁面 第五 天天敷面膜 对于皮肤干燥的人来说 敷面膜的补水效果确实是非常好 但敷面膜大多数是一个及时的效果 让角质层暂时充满水分 使皮肤看起来水润饱满 化妆之前敷个面膜 上妆也更加的服贴持久 但绝不可以天天敷面膜 如此高频率 长期下来 你将会收获 满脸长闭口 暴动 而出现敏感红血丝的概率 也会变得更高 如果已经有这些肌肤问题出现了 该如何对症下药 恢复已经受损的皮肤呢 如何判断肌肤是否受损呢 皮肤容易过敏 并出现肝 痒 红等问题 你很有可能是敏感肌肤 护理的关键是要弄清楚 自己是属于哪类敏感肌 认真看完这期视频 或许可以拯救你的皮肤 第一 环境敏感型皮肤 无论是刮风下雨 季节变化 还是冷热交替 温度变化 都能刺激脸部的肌肤 不仅会出现局部皮肤 发红发热发痒的情况 而且能够感受到肌肤更干燥 这样的皮肤最为可怕的是 由于角质层的薄弱 肌肤屏障功能受损 难以抵御光损伤 胶原蛋白流失 表皮结果松弛 更容易衰老 二 护肤品敏感皮肤 对于部分护肤品敏感 使用之后 皮肤敏感状态出现 或者是加重 洗完脸痒 擦完护肤品也痒 不擦护肤品 脸又干得起皮 相当的痛苦 敏感性皮肤应该如何护理呢 第一避免过度的清洁 并停用手上 所有常规的护肤品 建议使用具有 辅助治疗作用的 专业护肤品 保湿修复维稳 不但要修护 更要强烈 同时要提升皮肤紧致度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 更精彩